封神演绎终于等到达己黑话的时刻了 剧中达己得知父亲已经死了 还知道咒王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他想要复仇便答应与子虚的协议 因此走上黑话的道路 达己黑话后天下将不得安宁 他迷惑咒王的心智 导致百姓永无宁日 走上这条不归路 注定是不能回头了 他也成为了子虚的奴隶 两人已经是一体的了 网友对王立坤版达己争议还蛮大 黑话后的达己显得像是正宫娘娘 不像邪魅的第三者 并不是烟熏装加大红唇的装扮 就代表这个人从好人变成坏人了 都说温必侠就是达己本尊 温必侠版的达己天生魅谷 举手投足之间能够瞬间让人入戏 甚至某一刻让人以为他不是温必侠 而是达己形象刻画的很成功 而王立坤版的达己即使穿着最艳丽的红架衣都感觉太过轻利 造型还没有邓伦的狐妖妩媚 印象中的达己是那种魅谷天生的霍国妖姬 而王立坤版达己像是昭君出赛 因此有网友表示王立坤不是合演这样妖媚的角色 温必侠的达己是浑然天成 能够让人瞬间入戏 能否演一出达己这样的角色 不再妆容不再服侍 而在那举手投足与演播流传之间 其实每位不同的演员诠释的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无法评价谁优谁裂 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喜好 毕竟审美眼光不同 评价自然也是不同的 王立坤版达己也有自己的特点 他身上这种清秀的气质也是其他人学不来的 《风神演义》里面的达己更侧重于感情戏 而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妖怪